美國白宮公佈了二零二五財政年度預算案 是首次的單獨列出臺灣 編列了一億美元 大約是新臺幣三十一點四億經費 要經由包含了外國軍事融資等管道 來援助臺灣軍備強化貨阻力 美國國務院更形容說 這是一筆歷史性的投資 展現對臺灣的安全承諾 美國白宮於美東時間十一號公佈 二零二五財政年度預算案 當中第一次單獨列出臺灣 編列一億美元 約新臺幣三十一點四億元經費 要透過包括外國軍事融資等管道援助臺灣軍備 強化貨阻力 美國國務院更形容 這是一筆歷史性投資 展現對臺灣的安全承諾 而美國總統拜登也首度在國防部編列五億美元 用於補充提供給臺灣的武器 讓美軍確保彈藥及裝備的庫存 保持備戰狀態 這是根據總統撥款權 可以在不經國會許可之下 加速提供臺灣安全援助 美國首度在預算案中單獨列出臺灣 編列經費協助臺灣強化嚇阻能力 這是美方再次展現對臺灣國防需求的高度重視 協助強化我國的防衛及嚇阻能力 外交部對此表示高度歡迎 拜登去年七月動用總統撥款權 提供臺灣最高三點四五億美元軍援 八月再透過外國軍事融資 提供臺灣八千萬美元軍援 今年二月則在宣布 他上任後的第十三度對臺軍售 不過目前美方對臺軍售仍有十九案 演當中 直接評審陳立峰 張國良這裡報導